好 真正好嗎 好 加載有您 喔 真好 又辛苦 繼續打招 因為大家的參與 了解 很親切 什麼是臺灣民政府 以前沒想到 中華民國是什麼樣的政府 還是 年輕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還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所以過去的觀念 是認為 中華民國本來是一個 非常偉大的國家 八年抗戰 可以馬上戰勝日本 或者是 在中華民國裡面的臺灣人 也不曉得 到底臺灣 有幾個不同族群的國家 不同族群的人民 所以過去這樣的觀念 如果沒有參與臺灣民政府 一樣 都是中華民國裡面的觀念 所以今天 真正 讓我們參與臺灣民政府 是真正打開 臺灣的真相 臺灣的真相 臺灣的真面目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真面目 我想過去你們在網路 或者是在初級班 也已經上過了 不過因為上過了 人的討鬧 還是人的財物 不這樣完全 也是要上上來親親的源頭 還是討論 跟你的親家朋友 在那裡討論 但是大部分的親家朋友 你自己的朋友 不一定愛 不一定馬上上信 哈 臺灣民政府啊 都是怎麼應答 平常你跟你們的親友 討論的時候 一聽到說臺灣民政府 他們的回答是什麼 騙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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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著作 後來一百年五十年 後來後來後代 你的後代 一定會想到 我的祖先這麼偉大 這麼多的台灣人不相信 但是只有我的祖先 我的父母 我的阿祖阿公阿嬤 真正是勇敢的台灣人 有沒有看到說 常常去抗議遊行 我們是勇敢的台灣人 勇敢到什麼前途 也是沒有前途 也是停擺在那裡 都是停滯在那個地方 抗議有好嗎 遊行有好嗎 大概有的青年沒有參加抗議遊行 那些是陰島的事情 好像跟我們無關 我是高沙族 我是高沙族 太兒族的 1988年 1989年 我們還我土地的時候 非常的激烈 因為我們 以前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高沙族原住民 應該是台灣的主人 所以我三年前 跑了幾趟全台灣到很多的高沙族的部落 他們說 怎麼可以推翻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媽媽 哎呀死去了 什麼媽媽 所以那個觀念 一下子馬上改變 實在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策劃 原住民 流亡政府的一個原住民族委員會 第一任的主任委員 尤哈尼 我們是1988 89年 一起策劃 黃我土地運動的 之一的靈魂人物 那我們那一段的時間 我們有的是做教會的工作 所以有的教會的人 或是幹部說 什麼 通告這 還是牧師 參與政治 怎麼這樣 裡面有 教會的會友 你們可能會有一些的觀念說 啊 牧師怎麼可以參與政治 不專心教會的牧會 參與政治 問題就是 我們以前高砂族的觀念 到底是周先流下來的 流傳下來的 而且是中華民國 跟那四十年五十年 到今年才七十年的歷史 我們高砂族在台灣 祭舊萬幾年 有人說 騙校 你有什麼證明 大家當有悲難文化 聽到嗎 那個是至少 一萬到一萬五千年前的遺跡 本來中華民國都要消滅 只要有任何的遺跡 古蹟 它都要消滅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怎麼可以把中華民國 當作你的媽媽 媽媽 媽媽是聽到小孩 聽到五個小孩 聽到五個小孩 雖然聽到不夠完全 但是 既就 你是我的小孩 你們 我們都是一個人 我們一家人 還會害你嗎 媽媽會害你嗎 那中華民國把所有的 整個的 我們原來台灣人民的文化 都磨滅掉 我們等一下會來去思考 初級班你們也上過了 不過我們今天來看看 我們今天來看看 我用 漩渦 我用颱風來形容流亡政權 流亡政府 我們先看颱風滿可怕對不對 颱風它的本性是什麼 破壞 損失生命和再善 凶暴 而且壓榨土地 整個動盪 土石流 代澳心 毒流 假如是 碰到紅胎也是一樣的 假如是真的進入到正中央 那更糟糕 那改變路線的方向 無孔不入 所以我用這樣最起碼八項來形容 今天 中華民國的本質 它的本性 它的本質 你有沒有接納 聽看看 你不一定馬上接受 你也不一定馬上承認 但是我們先看看 過去這樣的 你無論是接受 中華民國的教育 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 你超過八十多歲 你才會了解 這個中華民國的七十年的本質 你假如是五十歲 大概會領悟到 十幾年的中華民國的教育 除非你留學 留到別的國家去吃洋水 然後就了解整個國際的方向 來看今天的中華民國 假如你還沒有出過國 或是還沒有去觀光的 我想大部分台灣人很有錢 會說 可以 既就到金門媽祖 既就到中國還是韓國日本 然後再回到我們自己的台灣 整個這樣的背景文化 幾乎都是我們想像不出來的 既然中華民國是這樣 既然中華民國的本質 那假如我們沒有來到台灣民政府 受那麼好的這樣的訓練 然後繼續認識 我相信我們的觀念 還是沒有辦法繼續做台灣的歷史 你可能成為破壞台灣的真正的歷史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看 我們也了解 中華民國在1912年成立了 然後1949年 37年的時間才有中華民國的存在 1949年就跟中國國民黨 跟中華那時候的共產黨內鬥 最後把所有的惡子 在這個兩黨內鬥的那些敗壞 幾乎都會用兩個中國人 教育底下的 無論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都把那個壞的籌劃日本 都是日本做的 但是這些我們可以重新思考 好 其實透過過去的中華民國的憲法 你看他們在12月25 所以他們以為說12月25 就是實際上他們說 這是他們的行憲紀念日 那到了1947年 他們就實施這樣的憲法 那這個憲法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還沒有到台灣制定的憲法 這個我們要弄清楚 這個我們要弄清楚 中華民國的憲法 有包含台灣沒有 都沒有 所以以前你知道嗎 還沒到台灣民政府修憤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都不知道啊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才會反覆思想 無論從華裔進入到不一樣的觀念 然後看見這樣的事實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比較 我們是真正的傳說 我們傳述我們真正台灣的歷史 他們不講台灣的歷史 連中華民國的課本 九年教育 十二年教育 你看台北市的教育部 或者是整個中華民國的教育部 在市縣市的教育局 都是把中華民國地理歷史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台灣的歷史呢 給你點綴點綴 世界上我們是台灣人 應該是百十百分之 來教我們的孩子 什麼是台灣的歷史 但是都沒有在這裡 所有的立委 雖然本土台灣人 但是國民黨 也是用中華民國起的觀念 來教育我們的交代 我們的所有的教育 就像我們高砂族 我們本來都是非常的單純 但是到頭期的時候 哇一聽到 歡樂歡樂的時候 哇不得了啊 我們現在是感受不了 我現在六十四歲 特別在四十年前 三十五年前 我們來到都市的時候 真的 他們不管是平地的 或任何人都說歡樂歡樂 那客家人說歡樂歡樂 煩智煩智 煩智就是煩那兒子 你們這邊也有客家人 那這個都過去這樣讓我們受到 我們不覺得說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我們只知道恨 因為我們去都市找工作的時候 啊啊歡樂歡樂 結果有時候就為了這幾句話 就跟平地年輕人在那邊打架 所以有人說 啊你歡樂都是喝酒 什麼喝酒 好像說把所有愛喝酒的這個標籤呢 都標到高砂族的身上 不過實際上是不是好像 是不是好像 我們的高砂總拿著 背對也是有啊 有沒有 平地倒在地上也是有啊 我去韓國的時候 年輕人在那裡喝酒 喝酒喝到十一點也是有啊 那也是倒在街上啊 日本一樣美國一樣啊 為什麼把這個壞的都標籤到高砂族 這就是因為社會的問題 這個就是教育的問題 這就是中華民國文化的問題 今天要改變這個文化 要改變這個環境 只有你我藏武來著作台灣的歷史 這樣好嗎 好嗎 好嗎 好 我心嗎 好 還是在那裡搖語 三心兩意 要看看你是不是繼續訓練 才發現你的真實性 那你回去了 在那邊聽的好像 嗯 真的喔 回去的時候 找到朋友 真的嗎 有詐騙集團嗎 我不是小孩什麼詐騙 讓人騙 我們看看同樣的 他們以為是說 中華民國是合法的政府 是代表中國的 但是他們兩兄弟在那邊玩 結果牽連到我們台灣人 牽連到我們高砂族 難怪這個是誰啊 以為說是真正台灣的總統 這個我用他們黨主席 來說出這個台灣的總統 是這張是不是台灣的總統 是不是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台灣人 我剛剛所講 中華民國既就兩種人 我們出幾班必須定嗎 我講啊 第一種是哪一個 本土台灣人 第二種 我這樣啊 就是外國人嘛 台灣人跟外國人而已 最簡單的 但是大部分 還沒有辦身份證的 還是中國人啊 有人說 我不是 我是本土台灣人啊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怎麼是中國人 我以前 祖先留下來 可以說啊 建古 建古在哪裡 那證據在哪裡 好啊 拿出證據 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證據 像新聞證 新聞證 拿出來 中華民國公民 然後 為什麼中華民國國民 在1946年1月12號 這個就是 蔣介石集團來到 要逃到台灣 他們最大的一個戰犯 也是違背 國際戰爭法 你們要準備 考軍手的 不要忘記哦 1946年1月12號 集體轉為中華民國國民 那這個中華民國國民 就變成 不是自願的 當然 沒有自願的 所以全部換到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時候 這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簡稱什麼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Report of China China 簡單說就是China 中國嘛 中國嘛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什麼 也是中國 也是中華民國 有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人民拿掉 中華人民 就是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 簡稱 也是中國 所以兩個中國 所以2010年 6月29號 ECFA 兩個中國人 簽 這個經濟貿易 的架構協議會裡面 他們就是合一了 中國人就合一了 有沒有發現 中國人合一以後 他們不是在 太陽花 學運 然後又在討論這個貨貌 福貌 你們在福貌 貨貌 的嚴重性嗎 原來 中華民國的立委 民進黨 或是國民黨 或是台連黨 或是什麼黨 在那裡抗議 中華民國 應該一條 一條 一條 來選擇 一條 逐條審查 這個中華民國 有沒有給你 一條 沒有 沒有 沒有給 不必 不必 為了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 竹條 竹條來審核 民進黨說 好啊 這個太陽花的學運 都說好啊 今天是有嗎 有嗎 有 因為 簡單來說 福貌這個貨貌 早就在 剛剛所講的 2010年6月29日 EGFA 兩個中國人簽約成為 合一的中國的時候 這個協議書呢 不必 道立法院 逐條審查 為什麼 頭一個 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真正 主條的是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 可以一條 一條 來 審查 因為 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 不是 國際 成人的政府 就是不是合法的政府 不是合法的政府 是什麼 違法嘛 簡單說 違法嘛 所以我們以前有想到嗎 有嗎 只有我們 民政府 可以聽到 所以 這就是 真正 中華民國的真相 所以我們再回到 所以我們再回到 福貌 貨貌 為什麼 老馬 媽什麼酒啊 他 還要把我們高砂主當作人看待 好奇怪啊 到這裡 好像我們是動物的樣子 奇怪咧 所以 中華民國 這樣的事情繼續下去 就可以看見它的本質 是不是真的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國家 沒有啊 跳伴啊 所以 中華民國這樣 一路走來 就是要完全改變 台灣不是台灣人 是中國人 只有蔣經國說 要死掉以前說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其實那個是從 林憲堂開始說的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林憲堂的時候 在聯合國講的一清二楚 我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所以這個就是始作俑者 是這種 怎麼會變成中國人 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 都是北部族 北部族就是古山族 為什麼不要用原住民 一九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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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皇的太子 來到台灣 以前日本人對我們台灣人 還是古山族 都是萬聖 要請客 稱作說 欸 蕃人 結果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蛤 看到我 古山族在那跳舞 嘿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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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跳到 哇 讓日本太子 迷迷貌貌 哇 真的不簡單 唱歌也是很好聽 你怎麼聽過那個 古山族的歌沒有 沒有啊 不能害我呢 那我自己的太兒族可以唱啦 但是不能代表全十四個族群 嘿喲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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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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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哈咖音的歌啊 对不对 还有我们闽南 不要说闽南 这个闽南不好 这个闽南 这个闽 里面有宠 真的呢 对 他们就是把这个闽南 说广东南部的 把它关在里面 意思就是把你霸占 因为不让你发展嘛 所以叫闽南 所以世界上应该要 我们民政府一定会改变 不会用 就像藩人 闽南 最后这个日本太子 结果说 对今天开始 不能遣罪 藩人为闽南 应该请罪 高沙族 高沙族 高沙族的意思是说 那么美的环境 有山有水 然后看到那边的人民 又会跳舞 又会唱歌 虽然有丁字裤 我们以前的祖先 很多都是穿丁字裤 很简单嘛 因为也没有钱可以做衣服啊 而且在山上简单啊 你到山上 啪 睡着就好了 一起来就看到动物了 所以他们很害怕 不过在那时候 太子就发现说 那么高贵的人民 怎么可以说 藩人未开化呢 只有中华民国把他当作 你看中华民国很厉害哦 他们都是玩文字游戏呢 玩什么样的游戏 把高沙族改为高山族 有没有看到高山族 结果 高山族也不错啊 然后就慢慢慢慢说 三地人 然后三地原住民 然后平地原住民 还有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还要再分 还有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这样我三包丽细胞 怎么这样啊 这么把我们原住民 名字都改来改去 真的难怪老马说 把你当作什么人 原来他以前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 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 我们秘书长说 我们要从日本天皇太子 开始取原住民改掉 成为高山族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 以前 我们也跟秘书长在争论这个名字 因为一般的人说 我们争取了原住民将近十年的时间 中华民国才给我们把三地人改为原住民 那么难得争取了正民运动 在1995年 1996年到1998年 一直在争取这个正民运动的时候 很辛苦啊 到最后说 好啊 这样好啊 你的意思 好 完住民 但是秘书长也给我们解释 从1923年改为 Dakasago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Dakasago只有用在台湾的高山族 不会用在日本 美国的印第安 还有纽西兰的毛利族 你们看看纽西兰 我去过纽西兰跟那边的头目聊天 他们也谈说 我们没有说纽西兰土住民 纽西兰远住民毛利族 没有那么长的名字 单单毛利族 只有毛利族而已 一听到毛利族 就听到说 原来是纽西兰的毛利族 没有别的国家的毛利族 对吗 同样 Dakasago 只有在台湾 没有别的国家 听到Dakasago 就是台湾的高山族 这样好吗 好 这个就是肯定 哪里说原住民 原住民会改变 你看加拿大的原住民 六族国家 六族民族 我也跟他们谈过 我去加拿大的时候 原住民 哇 更多的 他们组成的一个六国 六族一个民族 在那边成为一个邦连 那但是台湾 这个高山 我们高山族 原住民 就是因为被中华民国 欺负到头 眼花缭乱了 自己都不承认了 你看有几个 三十年 二十多年前 高山族来到都市的时候 哇 还了 结果他说 哇 我们去还了 哇 你是山地人 我不是山地人 听到腔调 腔 阴腔 就可以听到说 就像我今天的声音 假如你 我没有讲话的话 你也会 也不会听到说 哎呀 不像高山族 但是我一讲出来 高山族的腔调 跑不掉嘛 也一样 台北的台湾人 还是南部的港 有那个Q嘛 对吗 学校里面也有空用啊 说西渊啊 说海流啊 对吗 对吗 对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 就会分出来 虽然分出来 那个没有关系 所以原住民会改变 因为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 北部族 同样 后面也是说 我也是原住民 所以全部都是原住民 就没有分啊 所以一听到高山族 就分得一清二楚 当然不是说要分分类 就我们也知道 有特殊的 有文化特色的 有丰眠记的 有爱人记的 有感恩记的 有很多不同 就是用各族群 他们特色的文化 同样 我们台湾人也是同样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 就知道说 原来 中华民国跟我们不同 所以他们以为说 现在是合法是他们 结果 在了他们 人民共和国 1949年就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蒋介石就率团 这个集团呢 逃亡到台湾 至少一百万人口 到两百万 而且都是美国军舰 带他们到台湾 本来蒋介石要逃到越南 越南最不喜欢中国人 拒绝 所以刚好美国说 本来要亲自占领台湾 因为他打败了日本 但是因为不让台湾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这样的思想跟文化 不要流落到台湾 所以他透过蒋介石来堵住共产党 以为说 蒋介石 他们这个肤色跟台湾人的肤色一样 可能会好好的管理 因为美国 我这么拒绝台湾是不一样的肤色 鼻子翘翘的 人高马大 都是吃面包的 我们吃西饭长大的 但是现在已经 小心哦 肯德基和那个也要注意了 不要常常吃 那这些的文化会 也会慢慢接受西方的文化 因为都有交流 但是美国人就看见 用蒋介石来堵住共产党 所以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关系 所以虽然跟中华民国断 美国跟中华民国在1972年断交了 1979年断交了 然后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成立台湾关系法 1979年1月1号 台湾关系法就是要帮助台湾人民 因为在旧经商和平条约23条 然后从第二条第四条23条 那边写得很清楚 台湾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主要会占领国 那但是蒋介石呢 他也改变这样的想法跟教育 说我是占领台湾人 那这样的事情 我想在初级班你们也听过 好 这个到了1947 从1948年 然后你看到从1945年代表 美国接受日本台湾地区的投降的时候 那他们以为说 那就可以当作自己的人民 所以强迫台湾人民听中华民国 蒋介石的统治 不听的格杀物论 造成1947年 李李八 非常恐怖 非常凄惨的台湾的历史 我看影片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很心痛 在基隆河那边 浮起来的整个台湾精英 都是讀过书 他们都是流过血的精英分子 在基隆河那边 浮起来 都用链子都绑起来 所以一个人 两个人浮起来 全部都一起浮起来 然后看到他们的手指头 用钉子来尖的 哇 真的起床 我们没有想到 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看到我们的周先 我们的精英分子 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改变这个事实 当然我们一定要控告美国 就是因为你是始作俑者 一定要让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再重新调查 二八事件 这样是有机会 所以你也在著作 台湾的历史了 1971年 被逐出联合国的时候 那二七五八号的决议文 已经不代表联合国 他自己为了面子 他说汉贼不两立 到底哪一个是贼 对 哪个都是贼 好 在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影片里面 有没有看过 在官网里面 你只要Google 打一个中国的政策 就会出来 你们一定要看 至少五个巨大的意义 第一个是官方文件 是美国官方文件 不是民间组织的一个文件 第二个 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很清楚讲的 在一个中国政策里面 所以为什么它就是一中政策 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 也是一中政策 结果民进党 所谓的奔透台湾人的 中华民国的国民 什么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就是共产党 所以它把我们民政府 把它当作共产党一样 因为一个中国 本来就是一个中国 台湾这边的中国人 中华民国这个人是逃亡的 逃亡已经不是国家 已经不是真正的政府 是欺负台湾人的政府而已 你相信吗 中华民国欺负我们台湾人 相信吗 还是不听过 加油哦 真的是欺负我们 而且不但欺负 也霸占 整个都改变 难怪我们高沙族说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妈妈 怎么可以推翻 你看谁闹到最透彻了 所以第三个 一个中国政策 很清楚 没有光复节 所以这个蒋介石 他就用光复来收复台湾 所以用10月25号 来当作光复节 但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完全否决 no 实际上有光复节 这个日子吗 他回答说 no 没有 最后 一个中国政策 关键性就是 虽然是台湾未定位 但是属于日俗美战 他承认国际条约 美国承认 旧经商和平条约 旧经商和平条约 在初级班 我们再复习一下 第二条 逼日本放弃 台湾 澎湖 周边群岛 那这个放弃 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All right 然后title claim 他不加s 按照英文来讲 All right 后面的名词 一定要加s 因为all是副词 所以right title claim 应该是加s 因为日本政府 没有权力 为日本天皇 做一个保障 他只不过是 受天皇的委托 来暂时管理台湾人民 他把管理权 管辖权放弃而已 他没有权力放弃台湾的主权 所以台湾的主权还在谁的手中 日本天皇 那今天是美国占领 主要的占领权 主要的占领权 只不过是委托了中华民国蒋介石 2000年到2002年 我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重要干部的时候 我们免职了六个董事 你们里面有 住在中华吗 有没有听过彰化基督教医院 有 有没有听过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事件 可悲又可耻的 董事呢 他们想要霸权 用自己的董事的名义 收归己有 把张基和长荣大学 因为那时候中华民国的规定 长荣大学要买几块地 不能用一般人民 是用电农这个职业 以前有职业栏 说电农才可以买水田稻田 所以长荣大学满宽广 所以我那时候是担任最重要的干部 我主持一百多次的开会 为了张基事件跟长荣大学 这是我们长荣教会很可耻的 但是 让我们有机会反省 我代表台湾基督长荣教会 接受台中高等法院的地方分院 高与台中的分院 受审 我头一次到欢迎在那受审 我就回答 法官大人 这几个被我们免职的这个六个董事 这个六个董事不是他们的财产 今天是中法民国的董事会 还是财团 都是家伎的财产 都是家伎的股份 才参加那个董事 但是今天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 那个董事好像管理权而已 只有管理权而已 没有所有权 所有权在我们总会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 后来法官说 既然是他们受托 他们没有权利拥有 当然他们是违法 所以我们最后就免职了六个董事 而且当中六个董事 有一个董事是外大事先 我太太的妹夫 连金也被我免职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跟我讲话 已经七年八年的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我还是 你还是我的亲戚 还是大事先 但是依法 你若违背 你董事好像收委托 不是你的财产 若是你的财产 没关系 但是基督教的董事 是收到委托 收到终会委托 来丹人董事 所以董事好像收委托 今天是同样 中华民国收到美国的委托 对吗 对吗 所以很清楚中华民国没有占领权 只不过是管理受美国之托 暂时管理台湾南地 这样清楚吗 毕属定说清清凑凑 很清楚啊 是怎样 中华民国 友谊 要拜 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抗 中华民国 有啦 只有这些人 台湾民政府 这样好吗 所以我们必须定超越聪明智慧 带领我们整个台湾人 走出进入到国际社会 进入到国际正常地位 正常化 这个地位是正常 不是这样暗闪 我以前不知道 中华民国有算 预算 还有暗闪的 哦 你们 假如你们当政有议员代表的 你们一定很清楚 怎么是暗闪 这个四面五 还有暗 还有暗的呢 还有明的呢 哪里有的预算 超过原来的预算的 没有追加预算 还要超过原来的预算 这样有吗 中华民国有啊 我本来也不知道 所以 但很清楚看见 都没有人 国际战争法 两个帖子 很清楚 靠近所的加油 是什么呢 占领者 不能移转主权 流亡的 不能就地合法 同样的 同样的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中华民国 来到台湾 都没有人 到台湾 是怎么合理 违法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张老教会的 可耻 他受委托 竟然他想要 侵吞这个财产 结果被我们免职 同样 第二次的官司 二月底 我们秘书长 第二次 最大的官司 诉讼给 欧巴马总统 国务院 国防部 国土安全会 更多的 重要的 美国国家的机构 然后再加上 赶出中华民国 这样好大吗 好大吗 好大吗 好大 必须定好大 全世界 没有这样的人 掛出 中华民国 要赶出台 让他们回到 自己的 本土 在 金蒙妈总 中国不一定会 让他们进来 因为你进来 你让中华民国的人 进到中国内地 会乱 所以他们已经 已经协调好 再加上 金蒙妈祖 还有什么 平坦岛 比台北的多 1.2倍 你看他们都已经 谈好了 剧本已经谈好了 我们没有来到民政府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 你看 自以为 所以他 都一直穿军服 就这样 他要统治 台湾人民 好 虽然这些的地位 就是因为 在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的时候 在9月5号 所以 9月2号之后 就一定要 要办理身份证 就一定要有老前辈的户籍 日本户籍 才算 所以你们正在办身份证 要早一点办身份证 因为快执政的时候 执政前跟执政后的 办理身份证的福利 不一样 这个你们都可以知道 最后 因为 本来 蒋介石用 开罗宣言来 定做他的标准 结果 因为美国也很厉害 虽然 按照开罗宣言 那希望 你们中国人不要侵入 他国 其他的国家 那意思就是说 不能侵入 任何的国家 这个 他们在三个 政府的领袖 讨论的时候 把台湾 就归给你们 中华民国 本来有这样的 这也是 也不是国际条约 只有memo而已 是三个领袖 三个政府的领袖而已 我不要说 三个国家的领袖 因为中华民国 不是国家 所以我讲 三个政府的领袖 结果 秘书长说 天佑台湾 家宅 韩战爆发 1950年6月25号 靠军守也要注意这个日子 那到了宣布的时候 确定说 原来台湾 不能和中华民国 要么不能 整个中国 就是因为这个 寒暂爆发 那今天 蒋介石也是一样 他们用自己的 复刑事事 他本来不是总统了 应该是李中仁总统 他只不过是 类似行政院长这样的 但是因为自称 因为李中仁没有来到台湾了 所以他既然来到台湾 这个陶 蒋介石逃到台湾 他自认为 他是最高的领袖 主导权 所以 他要把 这个台湾当作 自己的土地 以为是 自己才是 主要的占领 占领者 实际上 他只不过是 受委托而已 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更清楚了 所以到了 特别在1945年9月1号的时候 那时候就成立了 蒋介石成立 透过陈宇 做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公署 台湾姊妹总部 你们知道台湾省 本来要在李登辉当流亡的总统的时候 本来要废掉省 但是美国就干涉 不能废掉 因为他本身这个行政长官公署是 原来是按照国际战争法要成立 平民政府 就是今天的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那本来这个警备总部应该成立军事政府 结果他把它改为警备总部 所以这个也是把所有的真正的历史把它改掉 所以实际上严格说来 它是一个战犯 这个战犯没有连线的 它虽然死掉了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可以去追溯这个战犯人 所以他把台湾太平洋战区 大东亚大亚东的这个战区 这个太平洋把它当作中国战区 为什么用中国战区 表示台湾是外 蒋介石把它当作 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是外 所以是只有中国内战 所以他用中国战区 这个是当时的这样的 那我们看了这些接收以后呢 那他们就在台北工会堂里面 1945年10月25日 他把同盟国也把它改为 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享典礼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改为光复节 以前我们不知道 今天我们就清楚了 这样好吗 看你疼 这样 不好意思 给休息十分钟 这样好吗 好 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